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分享這段景點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一起低頭來做個禱告 自我鬼人的上帝 我們滿心的感謝你的恩典 你透過聖經的故事來賜給我們智慧 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分辨善惡 雖然有時因為我們的軟弱 使世界成為黑暗 痛苦 哀哭的地方 但是你的慈悲憐憫 使我們從你那得到了新的生命 成為這世界的光 求你用你的話語 打開我們每一個人心裡的燈火 使世界成為光明 醒了又滿有盼望的地方 我們這樣祈求祷告 都是奉主耶穌的聖地求 Amen 好的上馬列人的故事 在耶穌所說的好幾個故事裡面 算是家喻戶曉 每個人都非常清楚知道的一個故事 但是呢 我今天用來講這個故事的主角 並不是講上馬列人 而是在這段經文剛安時裡面 最先出現的角色 請問這個角色是誰 是律法師 對是律法師 我們要來講這個律法師的故事 在這個聖經當中 記載的是這樣說 他說有一個律法師起來 試探耶穌說 夫子 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想這個律法師剛剛正在聽耶穌講到 當耶穌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便要起來試探耶穌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在這段經文當中 這個試探 在希臘文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思 他是要利用詢問的方式 是企圖使對方落入他的圈套 所以這個試探 他不僅僅只是要考驗耶穌 知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甚至已經設計好 一個要讓耶穌掉進去的陷阱 所以我們就能夠很清楚 這個律法師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來試探耶穌 他簡單來說 他就是要讓耶穌知道 要讓他知道我要考驗你的問題 要讓你知難而退 要讓你難堪 看起來這個律法師跟耶穌有很大的仇恨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們兩個有這麼大的仇恨 我們回溯到耶穌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的背景 那時候絕大多數的律法師 祭師們都相當的討厭耶穌 把他視為嚴重點 甚至要加害他 因為在這些人看來 耶穌是一個破壞社會秩序的人 他帶來了不一樣的信仰觀 對人 讓人對信仰有不同的體會 讓人對天國的那個印象 有不一樣的了解 讓他這種新興的思想 動搖了祭師律法師 在這個社會上面的地位 所以當然 今天我的地位會受到動搖 我是記得第一者請問 對於這個來破壞我的地位的人 我會怎樣 我會想盡辦法把他弄下來 我不會讓他繼續在那邊 跟大家說一些不該說的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說 耶穌當然是一個 要讓他們趕下台階的人 就像這段經文所說的 那個非常熟知摩西律法的專家 那個律法師一樣 他正想要用一個永生的問題 來試探耶穌 藉此來捉弄耶穌一番 然而耶穌他的心 他的心理非常的清楚 這個律法師他的記錨 所以他反過來用律法的角度 來反問這個律法師說 那你說說看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 你念的又是怎樣的 哇看 耶穌用一個巧妙有智慧的方式 來回應這個律法師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律法師的問題 反而利用一道新的問題來回應他 不過那個律法師很快的回應耶穌一個問題 他說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盡意愛著你的上帝 又要愛臨舍如同自己 律法師他相當的清楚 明確的回答律法書上所說的 他本以為他搶佔了先機 比耶穌更加清楚律法中的條例 你戒指要來打擊耶穌 但是沒有想到 耶穌卻再次回應說 你回答的是 你這樣行 就必得永生 欸? 有沒有覺得哪裡很奇怪 剛剛我們說這個律法師是要來做什麼 剛剛這個律法師他要來做什麼 他要來試探耶穌 那請問 你們聽到耶穌最後這個回應說 你說的是 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你覺得耶穌有沒有被打敗 沒有 那個口氣 好像他完全沒有遭受到那個律法師的打擊 照理說律法師的試探到這裡就結束了 因為他已經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因為耶穌最後回答了那句話 你說的是照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這句話 他剛好說中了律法師他心裡面很大的一個把柄 為什麼 因為律法師本身知道 他自己沒有辦法去遵守這個律法上所說的 他沒有辦法去遵照律法上所要求的去做 他說怎麼可能有人從出生到死亡能夠去完全遵照律法上所說的呢 如果你今天要我遵照這個律法去完成它 我才能夠得到永生 那如果做不到呢 就只能死亡 而且 況且在那個時候 靈色這個詞的定義 是一個非常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一個詞彙 所以換句話說 當我們要遵守一個律法的時候 這個前提是 遵守的人他必須要知道律法的標準有多高才能夠去遵守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生活當中 交通號制如果不清楚 請問你知道要怎麼遵守嗎 不知道 這時候如果 突然間有一天停電 沒有紅綠燈了 請問這時候要走還是停 不知道 所以那個律法的條件 要非常地讓我們明確地知道 怎麼樣去遵守我們才夠遵守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社會 靈色的這個字眼 它非常地備受爭議 我們先來看看說 為什麼這個靈色這麼要備受爭議 這個問題的重點 要怎麼去解釋 我們可以看在立位記十九章十七節的中間 它的經文這樣說到 他說不可心裡恨的弟兄 總要指責你的靈色 免得因他擔罪 不可報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他所說的靈色 所指的是以色列的同族人 但是問題來了 在同一章裡面的三三節 卻這樣記載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居住 就不可欺負他 和你同居的外人 你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樣 並要愛他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寄居的 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似乎要告訴我們 我們也要視外人為自己 所以靈色應該包含外人嗎 還是他只包含以色列的 如果你聽了這兩段聖經 你覺得靈色是包含外幫人嗎 包含還是他應該只包含自己人 他們因為這兩處的聖經 表達不一樣的意思 而他們有所爭議 他們就認為說 那這個律法你叫我要怎麼說 你說我要愛靈色如同自己 但是這個靈色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們要愛的人是誰了 我怎麼樣去愛這個對象 所以對那個律法師來說 這根本就是沒有辦法遵守的 那你說我應該要如何去遵守 所以當耶穌說 你這樣做就必得永生的時候 那這豈不是耶穌 根本就不把這個靈色的問題放在心上 所以對那個律法師來說 耶穌的最後這句話 對他來說有多麼大的震撼 因為如果我遵守不了 那我唯獨是 然而在律法都還沒有清楚的狀況下 耶穌竟然這麼說 根本就是耶穌很直了的 就是跟律法師說 那你這樣就只能等死罷了 所以律法師為了表明自己是有道理的 所以才繼續問耶穌說 那你說說看 這個靈色是誰 誰是我的靈色 然而耶穌沒有直接回答律法師的問題 而是像律法師說了一個好的薩瑪利亞人的故事 這個好的薩瑪利亞人的故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人落到牆盜手裡 祭司、立位人經過那裡 都沒有人願意去幫助那個被破壞的人 唯獨誰來救他 薩瑪利亞人 薩瑪利亞人來救他 耶穌他清楚的知道律法師 他心中那種沒有辦法遵守律法的無奈 並且知道他沒有能力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 對於律法師來說 倘若這就是上帝的要求 那他根本就只好等死 因為他沒有能力能夠遵守 對這樣的狀況的律法師沒有半點叛逃 因為他相當了解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是無能為力的 那耶穌透過這一則故事 要把恩典帶給律法師 在那個故事裡面 祭司和立位人經過那裡 看見那被打個半死的人 都從那邊身邊離開了 因為祭司生怕觸犯律法 這律法記載在立位七二十一章第一節中所說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告訴亞倫子孫做祭司的說 祭司不可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所以當那個祭司看到那個人躺在那裡的時候 他覺得他已經快被打個半死 他有可能變死人 我如果去摸他我就不接近 我就不能進入神殿 我不能來舉行聖禮 請問如果今天你是祭司 你等一下要去教會了 你摸了他之後你就不能去舉行聖禮 請問你敢摸他嗎 不敢 對他來說他害怕 所以他很好過去 他就不去關心這個人 那另一位人呢 他是擔任協助祭司處理聖殿的事務 所以他趕忙於說 哇等一下我要趕快去聖殿 有很多事情我要處理 我怎麼可能還 當然是上帝的事情最重要啊 這個人躺在這裡死的剛好屁事啊 對他來說他很忙著要趕快去交會 他怎麼會想要去管這個人 他到底死還是活 所以他也是趕緊離開哪裡 沒有去幫助這個人 我有誰 我有那個動了慈心的撒瑪利亞人 幫助他 這段經文裡面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律法師與耶穌的對話中 兩次律法師對耶穌所提出的問題 耶穌都沒有回應 他都沒有直接的回應那個問題的內容 他在他的回答裡 改變了律法師問題的重點 在第一次的問答中 耶穌沒有回應如何得到永生的問題 反而那律法師意識到自己 在遵律法上的無奈 並且要讓他知道 字句是叫人死 經意是叫人活 律法的內容並不是能夠帶來拯救 他只是叫人知罪 就如同羅馬書第三章二十節所說的 因為沒有人能夠靠遵守法律 得以在上帝面前被宣布為義 法律的效用不過是讓人知道 自己有罪罷 所以憑藉著遵守律法 不能夠叫人而活的 唯有靈可以使人重生 雖然經上所記的 全部都是出於上帝 都是善解 都是屬靈的 但是他們落離了聖靈的能力 就變成不過是一個叫人死的字句而已 所以耶穌要律法師不要死守那條文上的字句 而是要了解其中所含的經意 你要盡心盡盡盡盡盡盡盡 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靈舍如同自己 這其中所說的就是愛神愛人 如同耶穌所說的那個撒瑪利昂所行的一切一樣 這便是耶穌要告訴律法師要注意的一點 而在第二次的問答中 耶穌依然沒有回應律法師 誰是我的靈舍的問題 那個人說按著律法我應該愛靈舍 但是誰是我的靈舍呢 耶穌的回答並沒有告訴他誰是他的靈舍 但是耶穌回答的重點不在於誰是你的靈舍 而是你能夠成為誰的靈舍 那個撒瑪利亞人是那個被迫害的人的靈舍 但祭司和立位人都不是那個人的靈舍 撒瑪利亞人做了靈舍 該當做的事情 他走過去探視這個受傷的人 為他包裹上處 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帶他到店裡去照應他 律法師問誰是我的靈舍 耶穌卻要讓他知道 你自己先做一個靈舍吧 你何時進了靈舍的本分 你就會在那裡找到 你就會在那裡需要你幫助的人當中找到靈舍 你若盡了本分 你如果真的愛神 你就會去愛人 你會在那些需要你的人當中 找到你所要找的靈舍 你若不愛神 就根本不會看他們一眼 祭司和立位人掉頭而去 因為他們心中沒有上帝沒有愛 因為他們不愛神 他們也沒有憐憫 因此一看見這個被強盜打傷的人 他們就從另一邊尋安全的道路走了 我們有時候也像那個律法師一樣 依靠律法和聖經中的字句來存活 好像當我們只要照著聖經上所教導我們的 我們就能夠得到拯救 但是耶穌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 那個字句所帶來的只有死亡 因為我們不能夠靠著遵律法上面的一條 而得到永生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裡面 我們所遵行許多 作為一個基督徒所應盡的本分 周日要來做禮拜 守安息日 遵守十一奉獻 負擔教會的事工 這些種種應盡的本分 但是這些我們所行的 若沒有神的愛在我們裡面 若沒有神的靈在我們當中 那我們所做的都是我們 因為我們僅僅是像這律法師一樣 照著這律法上的條例來生活 而不是活出在基督為我們死後 所活出的新的生命 所以愛是一切行動的開始 但是如果沒了愛 我們去遵行的律法 這律法所帶來的就只有死亡 我們應該要去了解上帝的愛 才能夠讓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 帶來生命 當我們奉獻的時候 我們不僅僅只是為了奉獻 而是施鎖著上帝的愛 及愛上帝的心 將我們對上帝的愛 用奉獻的形式來回應他 讓他這愛不是單單的只回應 那愛我們的上帝 也應該當我們領受了上帝的愛的時候 而得以成為別人的靈色 成為那個撒瑪亞人 我們依著上帝的愛所行的 是靠著神所教給我們力量的恩典去行 並不是依靠我們自己 因為律法是叫人如此行才能夠存活 但是這恩典卻要讓我們活著 能夠有能力去做神所要我們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恩典 來成為每一個需要幫助人的人的靈色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知道人軟弱的上帝 求你聽我們的禱告 有時我們在罪惡中失去方向 有時我們想用我們的行為來稱異 有時我們對你的恩典沒有信心 有時我們倚靠自己超過倚靠你 有時我們就像這律法師一樣 在這些事情上跌倒 但是主,你靈命我們 讓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的保險 得到新的生命 讓我們有能力行出你所喜悅的事 我們以誠心的心 感謝祷告都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求 Amen